按照传统的山东的做法 老师和老味道 这道菜有规矩 炒牧鱼肉 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炒牧鱼肉 我强调一下炒 主要是以炒为主 这道菜也是经典菜 老百姓家喻户嚼 山东菜 全饭店的山东菜 四川菜 淮阳菜 都是做的比较好的 这首先选料 油菜在蔬菜里边 它也是蔬菜之王吧 还可以用菠菜 可以用蒜苗 还有木耳 这木耳呢 发了洗干净 如果大的呢 揪一揪扯开了 太大了 它这个枝楞也不好熟 也不进味儿 像这样就挺好的 鸡蛋 有两个到三个 这一份就行了 这个肉呢 我们选的是五花肉 鲤鸡肉它发柴 它太柴了 五花三成 煸出来它的香味 因为有肥的 就比较浓厚 一二三四五 是吧 五花三成嘛 非常好 这个肉 这个肉呢 切丝 我们今天选中间 这个木耳肉呢 属于家常菜 老百姓基本上都知道 有木耳肉这个菜 这个菜呢 可上可下 上宴会也可以 一般老百姓家里都吃得起 而且这木耳肉这菜呢 要按现在这个时髦的话来说 就是营养配餐最好的 它里边有肉 有蛋 有卷 还有菜 首先把这皮去掉 为什么名菜呢 名菜基本上就是过去 不这么讲营养 但是人家搭配就特别好吧 这个肉啊 我们就直直切就行了 不用骗 大家呢 就是一看就会 一看就会 一学就废 一学就废 这不粘刀 不粘刀 顶刀切一刷 200克肉 100克木耳 好 好 这个好吃 嘿 这个好 这油菜都切寸道 跟前部饭店的好地方一样 说现在做标准做凉花 国去就有标准 这时候最后成了现在的蛋冰层了 厨师啊 它本身都有标准 要不然你怎么出涂啊 出不了涂啊 不是有句话 我们这行也说 七分准备 三分炒 准备非常重要 东西就这么多东西 这鸡蛋呢 把它打烙 好了 把这鸡蛋打碎了 原料都齐了 下一步呢 我们就点火 第一步先把鸡蛋炒了 热锅 凉油 下来 这个锅呢太热 可以涮一下 用油 福哥讲得真清楚 这油就行了 下鸡蛋 鸡蛋呢 不能炒得太老了 嫩一点 一定行就行了 一定行就行了 这就好了 颜色一点不再变 把这个放上 鸡蛋就肝 下一步呢我们就煸肉丝啊 再来一点油 这油呢不需要多了 煸这个肉呢它还出油 蒸煸出来的香 你看这个肉就散了 散了它基本上就熟了 我们这时候呢 烹点黄酒 这还真是烹 黄酒 这香味就出来了 然后不放葱姜 放葱姜水 把那个汁呢 再还原回去 让它吃 让那油酥了 汁了回去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加酱油了 放点酱油 让它 这颜色是红的 稍微重一点 再来点 你看我们这个菜呢 就是有红的 有绿的 是吧 有黑的 你看这个煸肉的 油就出来了吧 油出来了 出来了 这把这个油就煸没了 煸的差不多了 这差不多的时候啊 我们放一点味精 味精 木耳 你看那煸的一边的香味出来了 这煸一边就熟了 一边我们烫好了 这时候加上这个油菜 这油菜呢 不要炒 炒得过熟 八成熟 鸡蛋放里头 点一滴香油 好 行了 出锅 这时候 我们炒这个蔬菜 你不能在锅里炒熟了 你去往外断 一定要炒到八成熟 因为在从出锅 到客人面前 它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厨师 就怕这个服务员在这捣乱 做好了菜他不走 老师傅老味的 这老师傅老味的 安统的山东的做法 所以厨师 吃的那种滑润的感觉 非常足足 简单的技法 但是每一点都非常精妙的把握 最好的养生菜 一定放盐的时候要适合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酱油 本身它就有咸味 我们为什么只在炒肉的时候 加了味 然后后边的鸡蛋木耳和青菜 那个环节都没有加 实际过去烹饪有这么多 叫一口咸一口蛋 一口咸一口蛋 实际这样综合起来的 最好 有的爽脆 有的细的 有的滑润 它这样这种结合起来 非常精彩 糊糊糊糊的这一份木鸡肉 其实呢 成采的老一代人的 他这种秦碗 其实最关键的 我觉得 在今天我理解上 这张菜有规矩 包括有些工老鸡丁少的 那从恨的超过游鸡丁 现在都胡来了 真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道菜 要学学的是什么 不但要学它的色香味型器 痒都反过了 最关键是什么 学习它的规律 对 就我们吃菜呢 现在要吃一种文化出来 我们不知道 广单纯的去吃一个东西 我们不是吃名 对 要吃它的实质问题 刚才说到那个鸡丁了 是吧 你看糖醋口不能太炸了 因为你要如果太多了 人家将来有人要做古老鸡 这怎么做 人做糖醋鸡丁怎么做 没法做 是不是 这没法做的 就是几个菜 虽然名字不一样的 味道都一样了 它就失去它原来我们这个烹饪的意义了 对 我们好好做菜 你们好好吃饭 关注老饭骨 吃饭不含糊